如果說你想要產生一個比較容易識別的網址 你可以到這個GG點GG 那你把你的網址貼進去之後呢 重點在下面這裡 你可以勾起來 把這個勾起來自訂 勾起來自訂 那右手邊你就可以自己打你要的網址 但是當然好處是 你可以自訂 缺點就是什麼 如果你跟別人英雄所見略同 就是你要的跟別人剛好一樣 那當然就被別人用走了 這樣了解嘛 所以比如說像我今天的 我們17 11 19 這個就被我用走了 01也被我用走了 用02 對不對 那我貼這個網址之後 我就可以直接產生短指 這個應該沒有人會跟我搶 有沒有就產生短指了 所以等一下呢 各位你就用這一個 這一個 來我把它貼出來 我把它拿到這邊來 你看我們家的便利貼有很多嘛 好 你等一下就到這個網址 就可以進到我們的 這個 進到那個李先生 就是我們水龍3D 中文化作者的他的網站 這個呢 是他的那個部落格 我其實有跟他聯絡過啦 對啊 因為他在網路上 網路上有看過 我有教學 那就是 我有問過他有沒有 繼續寫新書的意願 他說 現在沒用 哈哈哈 好 那有沒有看到他 這有很多不同的家具組 我給你們的版本 就是我都弄進去的 那如果說你現在是用安裝版 你也可以一個一個把它抓下來 你看這邊就 就有幾個 722組嘛 還是你要 匯入722次 覺得比較有成就感 哈哈哈 好 你可以 從這邊把它下載一下 這樣了解 那麼你下載了之後 像這種一次有很多的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來這邊用哪一個 用插入的時候是插入家具庫 而不是插入家具 這樣有了解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一次就進來很多 就一次進來很多 好不好 你可以先試一下 好 先試一下 再看一下 在這邊 我們剛剛這個是在 在這裡 好 比如說我找一個 因為它這個其實都有一段時間的 比如說這230組 點進去 那它裡面就有那個下載的網址 有沒有 你看 那麼多門 對不對 因為它本身就在做這個行業 所以它對這個比較了解 像我們不是做這個行業的 真的我也不懂 我也不太了解 所以說 我們在這邊 它有不同的門板 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那因為它這個放在那個 HINET的雲端 所以不好意思 開始下載的時候要看一下 廣告 你知道 那個中華電信 也有那個雲端硬碟 可是按下去 要先看那個 先看10秒 先看10秒之後就可以下載 那剛剛有腳 怎麼放進去 好 你看這樣好了 10秒鐘過後之後 你人生就浪費了10秒鐘嘛 然後我放在這邊 你回頭一下 你回頭一下 看一下這裡 再往前 這裡 它有告訴你 在右上角這邊 有沒有從家具裡面 插入家具庫 這樣看到了 這樣一次就有7個 是不是就進來了 它會放在門跟窗這個目錄裡面 所以你可以自己 稍微嘗試 因為這個 檔案大小不一定 但是使用方法是像這樣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也可以把一些常用的 我們台灣比較常用的 這些東西就可以加進來